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曼,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小曼的慢聊 本来上期视频我们说,要把一拳的第三季内容先整理完发上来 然后中途再穿插说些龙珠 但是没想到,这重制版176画更新了 对,就是这么的触步及防 而且有40亿野,这将近一个月的等待也算是值了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最新的一画吧 上期我们说到龙卷赛克斯对波 赛克斯的波不仅切掉了地球的天灵带 还将龙卷弄得衣衫不整的 同时,从赛克斯的嘴里我们知道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它们 而龙卷也受了爆破的影响 对赛克斯进行了野症嘴炮教育 同时对其又是一波嘲讽,成功激怒了它 于是双手结印又开始继续发波了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光波 龙卷也能随意穿梭于那间席间 果然身材娇小,比较灵巧 不过虽然自己可以轻松躲过 但还是要避免那射线集中射到地面 不然人类就遭殃了 环顾四周,救援小队都撤离完毕了 不过一个声音引起了他的注意 只见King正在来人质一起撤离 虽然King现在是吓得脸色长白 快跑,快跑 但在龙卷眼里 看来他考虑到不适合于空中的敌方作战 所以才把战场浪给了我吧 嗯,真是明智的判断啊 哇哦,真是个散减人意的解释啊 是海啸,赶快去高地 不行,来不及了 而就在那海浪要吞噬一切时 只见无数的巨岩从浪底抽搐 将那海啸排死在了岩峰下 同时,那云烟之上 一排巨大的食岩处理着 毫不壮观啊 看着吃瓜群众是一脸震惊 虽然因此龙卷耗费了不少精力 彼此额头也流下了鲜血 但此时的他却犹如鬼魅 清横一声,贤魅一笑,单手一指 有些岩石便向赛克斯洗去了 坚持,赛克斯也是立马聚气反击 虽然捏爆了不少岩石 但还是挡不住这流星大军 而龙卷则趁死追击 捞过爆炸中心 一个阴阳指指赛克斯 而赛克斯则还忙着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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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等注意到近况时 那被加速袭来的岩石 也这些深浅了 条件反射,只好双手抵挡 哇哦,就这哦 于是两人又开始了白眼对决 只见两股力量相互交织铲绕 天地风云随之变换 物与雷光纹之震灿 这么无看的众英雄也是带去 那个,长着红色巨大触角的怪物 大概就是怪人协会的boss吧 绿色的光点是龙卷吗 真是可怕的景象 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偷偷默默地在岩石间飞来飞去 是想遮住身体吗 只要能感知到你的力量 你的动向就尽在我的掌握之中哟 命中了 让淡达成烟散去后 哪还有龙卷 方明是个替身好吗 就这点雕虫小计 你还差的远啊 这声音赛克斯有种不 прог 感 左右骨盼果然看不到龙卷的声音 想不到 里面这么空荡荡啊 啾啾啾 什么 这真章赛克斯吓到了 这就是龙的副作用吗 随后便见龙卷从其嘴里探出 再见了 又是一招阴阳指 直接将琴拧成了麻花 这波操作 看得中英雄是瞠目 Biology 成功了 原来在和他扮演对决时 龙卷发现 塞克斯和大蛇的融合体 在交战过程中 全身都用坚固的屏障保护着全身 不过即便如此 有一个地方是无法隔断的 于是在两方比拼操能力时 龙卷趁机来到了塞克斯的根部路口 随后又伪装成被吸入塞克斯体内的能量 沿着漏须跟内向上前进 潜入到塞克斯的体内 真实演绎了一场什么叫小蝌蚪早妈妈 不理会塞克斯那悲惨的叫声 龙卷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下方英雄的身上 终于一下子把突击小队成员转出来了 其实这期间为了不让塞克斯识别到他暗中的动作 龙卷还细心控制着 只用细小的念波来牵引英雄们 就是因为担心塞克斯会通过漏须根部 把他制造的屏障据为己有 等所有人都出来后 就把秘密基地彻底坏了 啊 这瞬间来了初步激方 来不及感受这疼痛 放弃被束缚的手腕 龙卷立马张开右掌 用于还击 在一瞬间又被刺了个正招 啊 嗯 啊 怎么会 来给你我的天使拥抱 不哀啊 呸 竟敢跟我耍小聪明 真是天真哟 稍微让你煎了点血 就自打轻敌了吗 一会儿把你妹妹也带上 好好尝尝我的怒火吧 之前赛斯一氛围 那天内的元气弹 蓬勃熬出直气龙卷 赛斯又一道光炮 捆射好上 替龙卷挡下了直击 看待赛斯一愣一愣的 是谁坏了我的好手 同时这一愣神 也让他忘记了对龙卷的束缚 而那孤独的两个光炮 则在天际加上回应 然后让他震惊的还不止于此 之间那下方 一位英雄欲前而来 对 是他 是他 就是他 我们的英雄 杰诺斯 不过赛斯你就放心好了 别人充全能开挂 但是杰诺斯 你永远不用担心他会赢 同样地面的观众 亦是贪为观止 Key你看 快看 一道雷光冲上去了 藏蓝色的龙 果然杰诺斯一出场 永远是不负众望的 华丽华美 而后又见其双手举起 一个超闪耀 对 这是超级闪耀的那种光炮 完成了 并在赛斯耀喷出能量球的瞬间 也同时汹涌而出 这便是穿天雷光炮 而这两波相对 自然是倖孙的 呃 自然是天地也为之暗淡 看这是多么的耀眼啊 我 也说了 我眼睛要瞎了 哈哈 不好意思 我戴了墨镜 蹦 没评过他吗 果然是帅不过三秒 这大招也只能勉强 将赛斯的攻击分散而已 然后又见那七十舌头 一起向杰洛斯 喷出了光波 见此 杰洛斯立马全身曝光 正面直接杠上 根本不带怂的 喂喂喂喂 魔鬼改造了 可以把敌人交给了我 你不要多管闲事啊 你还想被怼进墙里吗 听此 杰洛斯不乐意了 听只是把其余老师赶来钱的 这段时间 托付给了你 随随老师本来是弟子的义务 光波就交给我来处理 你赶紧去收拾那怪物去 龙卷 好强的力量 刚才把敌方光波 打向别措 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我的最终武器 现在能击碎巨型陨石 可只能使用五分钟 听好了杰洛斯 最大功率 最多只能持续十秒 能来得及吗 另一边龙卷也不争了 真虚历 准备赶快把大家拨拨出来 不不 我现在不想去地表 快停下 姐姐 对此帮骨帮普非常不解 怎么了小姑娘 不单只有姐姐一个 如此超乎常理的力量 不止一触来源 怎么可能啊 地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竟敢对身为人类 进化归宿的我八道想象 真是一群存活 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究竟的睿智之力吧 咕咕咕咕 肚子好饿 肚子好饿 我也是 别废话 赶紧接着干活 你在弄啥嘞 这样的话肚子就不会感到饿了 你真是笨得稀有啊 我实力解不了你们怪人的想法 小慢腰 不错不错 还真感觉有点不饿了呀 对吧 厉害了呀 在这种事情上 你真是纠结的睿智啊 三个臭皮酱 顶个诸葛亮嘛 拜托 能别带上我吗 等回家吃点啥呢 咖喱吗 看来我还是真不希望让任何人看到我现在的这般处境啊 哦 想好了 好啦 本期的故事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一下哦 这里是小慢的慢聊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